黎泰院踩踏事故发生后 为防止类似事故再度发生 韩国政府决定从3日开始对地区庆典开展联合检查工作 另外 将针对没有主办单位的活动拟定安全管理方案 并加强学校安全教育 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在1日的会议中决定 对类似黎泰院万圣节活动的群众密集活动制定事故预防对策 考虑到此次惨案导致学生出现较多伤亡 政府决定以出现伤亡学生的学校为对象 提供心理治疗和情绪咨询服务 特别是将加强对学生的安全教育 政府还表示 目前全国地方自治团体等共59处已设置集体灵堂 另外 据警方透露 黎泰院踩踏事故死亡人数又增加2人 截至目前已造成156人死亡 其中男性55人 女性101人 10月31日 此前一直未能确认身份的一名死者的身份 也得到确认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